与你一起分享娱乐圈的那些事 赶紧来看看我这次带回来了什么好料吧 哥哥张国荣在世时 他是无数少女心目中的男神 却有一位女星曾辜负他爱上了一位花心大叔 他是哥哥张国荣的初恋 张国荣对他可谓是痴心一片 可他却辜负了张国荣的一往情深 转身爱上了比他大15岁的花心大叔 徐少强 相比他演艺事业上的精彩 雪莉的人生经历 尤其是感情过往 要比他演过的所有作品都精彩得多 雪莉原名颜慧明 1965年出生于意大利 家里一共有兄弟姐妹9个人 她排行老八 其中一个姐姐是香港著名演员米雪 姐姐米雪大她10岁 她一直跟着家人在意大利生活 姐姐则留在香港 为了远离家人对她的管教 她一直计划着回到香港逃奔姐姐 对于雪莉也想进入娱乐圈发展的想法 她的父母坚决不同意 在她的父母看来 雪莉和她的姐姐米雪完全是两个不同的性格 雪莉心思单纯 姐姐米雪却精明能干 相比之下 作为姐姐的米雪更适合在娱乐圈发展 因为她懂得如何在这个复杂的圈子里保护自己 可雪莉对于父母的劝说完全就听不进去 她一直在找机会回到香港 去到姐姐的身边 1979年 原本应该在意大利上学的雪莉 瞒着父母逃学回到了香港 当米雪看到只有14岁的妹妹 一个人站在自己面前时 一时之间有些不敢相信 没办法 她只能把雪莉留在身边 就这样雪莉留在了香港发展 雪莉的父母得知女儿偷偷跑回香港 投靠姐姐的消息后 完全是气不打一处来 按照她们的计划 她们希望雪莉可以好好学习 以后找份好的工作 把生活过好就够了 结果雪莉却完全和她们反着来 雪莉回到香港后 一心想要进入娱乐圈发展 作为姐姐的米雪 看到妹妹确实有意进入娱乐圈 就帮了她一把 米雪将雪莉介绍到谢霆锋的老爸 谢贤与任达华等人主演的《千王之王》剧组 雪莉在里面客串的 是一个爱上任达华的女配角 因为戏份不多 而且初出茅庐 并没有得到太多人的关注 不过对于雪莉来说 这次的客串经历 却打开了她对演员这个行业的兴趣 她越来越觉得 自己选择回香港 投奔姐姐的决定是对的 尝到拍戏的甜头后 雪莉从此一发不可收拾 她把所有的心思都花在拍戏上 因为姐姐的原因 她合作的都是一些大排演员 1979年 入行没多久的雪莉和周润发 合作了《亲情》这部剧 剧中她和周润发 还有一段感情戏 接着她又和张国荣 陈百强 钟保罗三位男神 合作了《贺彩》这部作品 也正是这部作品 让她和张国荣 陈百强 钟保罗三人 发生了一段 属于他们之间的爱恨纠葛 和雪莉差不多 拍摄这部作品时 张国荣才24岁 刚出道没几年 这是她第一次拍电影 雪莉比张国荣小了9岁 当时只有15岁 可尽管两人有着明显的年龄差距 但张国荣还是非常喜欢 这个活泼开朗的女孩 她们在剧中扮演的是一对情侣 在戏里打得火热 可能是入戏太深 张国荣还向戏里对雪莉的情感 发展到了戏外 在公众面前也毫不掩饰 自己对雪莉的喜欢 她不算很漂亮 但很斯文 非常可爱 二时出头的张国荣 多次表露出自己对雪莉的爱慕之情 而雪莉就更不用说了 年轻时的张国荣阳光帅气 她自然也是很喜欢这位大哥哥 和张国荣认识后 她为了引起张国荣的注意 还曾结识减肥 张国荣知道后 立马劝她不要这样 她这才没有因为减肥 伤了自己的身体健康 可惜 无论是对于张国荣 还是雪莉来说 她们那时候都太过年轻 这段感情注定走不长远 拍完贺彩这部作品后 雪莉在张国荣的追求下沦陷了 两人双双坠入爱河 陷入热恋中的她们 每天打得火热 虽然张国荣比雪莉大了九岁 可在这之前 张国荣并没有谈过恋爱 雪莉算是她的初恋 对爱情懵懵懂懂的张国荣 当时只有一个念头 拼命对她好 爱玩的雪莉喜欢跳舞 张国荣就专门陪雪莉跳舞 雪莉喜欢各种时髦的衣服 张国荣特意飞去新加坡的时装店 给她买最时髦的衣服 平时遇到好吃的 张国荣也从来不会忘记 给她戴上一份 因为张国荣当时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雪莉身上 忽略了身边的朋友 很多人还调侃她 有了女朋友 忘了兄弟 纯真的张国荣 以为自己的贴心呵护 能换来雪莉的真心真意 结果爱玩的雪莉 根本意识不到这是爱情 和张国荣甜蜜了一段时间后 媒体爆料雪莉又和拍摄 喝彩这部作品中的 另外一位主演陈柏强 走得极其亲近 陈柏强比雪莉大七岁 平时对她也非常呵护 以至于雪莉当时忽略了 张国荣的感受 和陈柏强纠缠到了一起 当时有关于他们三人的感情 飞文被传的到处都是 甚至还被媒体宣扬成了 雪莉争夺战 看到雪莉一直不顾自己的感受 彻底心碎的张国荣 最后狠心放弃了这段感情 把重心放到了事业上 后来一步步成为了 香港娱乐圈的天王巨星 和雪莉纠缠在一起的陈柏强 也没能笑太久 张国荣退出和她的争夺后 雪莉很快又和贺彩中的 另一位男演员 钟保罗传出了飞文 尽管雪莉和钟保罗的飞文 来得快去得也快 但陈柏强也因为这件事情 和雪莉闹掰 辜负了张国荣的雪莉 没有给到陈柏强想要的安全感 你们以为钟保罗 就是雪莉真正要选择的人了吗 那你可错了 雪莉和陈柏强渐行渐远后 她和钟保罗之间的飞文 也慢慢消散 1982年 她在拍摄电影《养鬼》这部作品时 和比她大了整整15岁的 花心大叔徐少强 摩擦出了爱情火苗 他们在影片中饰演的是一对恋人 虽然当时雪莉只有17岁 徐少强已经32岁 两人足以称得上是舒直组合 可雪莉还是爱上了这个男人 从戏里到戏外 徐少强彻底俘获了 雪莉一向爱玩的心扉 对于雪莉选择徐少强 作为自己的伴侣 所有人都不看好 尤其是之前支持 她和张国荣成为一对的那些人 他们都十分不理解雪莉的选择 毕竟无论是从外貌 还是从他们的年龄 或者是其他各方面来说 张国荣肯定更适合雪莉 更何况徐少强年轻时 可是出了名的花心 雪莉却还是义无反顾地和她在一起 真不知道到底是徐少强的 什么地方吸引了她 和徐少强在一起后 外界对于雪莉的这段感情非常关注 毕竟17岁少女爱上32岁大叔的故事 在生活中就很少见 更不要说娱乐圈里了 和徐少强在一起没多久 雪莉住进了她的家里 无论姐姐明雪怎么劝说 她也不听 结果天天和徐少强住在爱潮里的她 没多久就怀孕了 可等她和徐少强说出自己怀孕 想和她结婚的想法时 现实却给了雪莉当头一棒 徐少强已经有了妻儿 原来徐少强早在跟她认识之前 就有了家事 后来和她一系生情 就偷偷跟她在一起 没曾想雪莉竟然怀上了两人的孩子 深爱徐少强的雪莉 直到怀上了对方的孩子才知道 她已经在不知情的情况下 被当小三 为了安抚雪莉 徐少强一边和雪莉说 自己会和妻子离婚娶她 一边稳固妻子的情绪 两条船被她驾驭得非常好 雪莉当时还傻傻地相信徐少强的话 淡出了娱乐圈 为徐少强生下了一个儿子 对于雪莉 无论是粉丝还是她的姐姐米雪 都迫感无奈 可这都是雪莉自己的选择 她们也没有任何办法去阻挠 而雪莉自己则一直天真的 等着徐少强和妻子离婚娶她 期间因为徐少强生下了一个女儿 结果她的忍让和等待 并没有等来徐少强的婚姻 等来的都是徐少强的背叛 徐少强当时除了和她在一起以外 还同时和不少女性嫩模有绯闻 至于雪莉一直等待的离婚娶她 徐少强根本就没有这样的计划 直到1986年 在雪莉的一而在 再而三的吉利要求下 徐少强才终于答应和她约好时间 去登记结婚 等到了那一天 她天真的跟着徐少强来到婚姻登记处 结果徐少强却一直支支吾吾 最后才和她说 没带离婚证明书 说完这句话后 徐少强自己都不敢直面看雪莉 雪莉直到这时才意识到 原来她等待了多年的这个男人 从来就没有打算过要和她结婚 也正是这件事情 让她一直炽热的心 变得心灰意冷起来 不过尽管如此 雪莉依旧没有放下这段感情 因为这时候 已经不仅仅是她和徐少强之间的事情 他们已经生下了两个孩子 而且她也一直在奢望 奢望哪一天 徐少强回头时会注意到 一直在苦苦等待的她 只可惜 日积月累的争吵和矛盾 注定让她等不来徐少强的温暖 在这段感情中 雪莉18岁就为徐少强未婚生子 按理说换谁都会感动 可惜她遇到的是 花心到了极致的徐少强 因此遭到了对方的抛弃 1988年 彻底对这段感情失望的雪莉 才决定和徐少强分开 带着一双儿女去了加拿大 和徐少强分开后 带着两个孩子生活的雪莉 一切都要靠自己 为了生活 她选择复出拍戏 复出后拍的第一部作品 叫《侠女传奇》 是和影天照合作的 不知道是不是应对了 情场失忆 事业如意这句话 雪莉复出后 事业一路顺畅 先后拍摄的《圣者为王》 《神雕侠侣》 《刑事真集》《荡案2》 《天龙八部》等作品 都取得了很不错的成绩 尽管相比姐姐明雪来说 她的知名度和人气 一直和对方有差距 可她之前已经淡出娱乐圈 那么多年 复出后还能取得那么好的成绩 这已经是很难得的了 不知道是不是把所有的心思 都放在了事业上的原因 雪莉虽然在事业方面 一直发展得很好 可感情方面一直没有起色 这让很多人为她感到着急 不过雪莉却从来没有着急过 被感情伤害过的她 只想过好自己的生活 而且在她看来 有两个孩子陪着她已经够了 出道整整42年时间的雪莉 现在已经56岁 无论是作为普通人 还是作为一名女演员来说 她都不再年轻 已经到了想轻浮的年纪 但我们可以看到 她如今依然没有淡出大众的视线 最近这些年还在拍戏 经历过人生的那么多起起伏伏 还有感情上的挫折 雪莉早就看到了物质 和娱乐圈的喧哗 她之所以还留在圈内发展 除了是想让儿女的生活过得更好以外 还因为她是真心的喜欢这个行业 就好像她最初进入这个圈子的初心一样 只可惜这一切都回不去了 现在她的儿女都已经健康长大 而且非常懂事 或许对于雪莉来说 就算感情上没能圆满 可家庭上能收获幸福 这就已经够了 那么今天我们就聊到这里了 请您点击订阅 打开小铃铛 让我每日准时为你播报 明星的趣闻趣事 我们明日不见不散 明星的趣闻趣事